《愿者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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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讲一下 继续再讲 就是那个 刚才讲相对主义者的 一些想法 所以说 如果你跟专家有关主义者的话 他會得到某一些 所以他覺得這個是很怪的 怎麼道德不回事啊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 因之錯的 主張相對主義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文化相對主義去導致這個 道德相對主義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講過 就是現在的對學研究發現 其實不同部落裡面 他們對道的準則是一樣的 所以在各部文化裡面 他表現出來 道德什麼是行為 非因為是道德的也不能那麼一樣 那這個會使得很多人 會導致到主張相對主義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的描述 真的我覺得也是這樣子 就是人人學的研究 或者我們對世界的了解 讓我們更不容易成為一個獨斷論者 也許更不容易成為獨斷論者 那另外有些解釋 或這個我不能喜歡 一個解釋就是說 因爲什麼呢 因爲宗教的磨落 就是因爲宗教磨落 以前有宗教書 比較容易講道德的絕對主義 或是客飯主義 那如果有宗教磨落 使得相對主義比較容易升級 這些事情方面的解釋 我其實接著一點 是做一個historical的解釋 但它並不是一個哲學上的解釋 我們現在看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說我們講那麼久 我們都假定什麼的 假定有所謂到的原則 就是說有些原則 依據這個原則 來決定一個行為是對錯的 那我們現在會看 有不同的學習系統 或者不同的論理學系統裡面 它那個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我們介紹兩個 這兩個是蠻典型的 一個就叫做下議主義 另外一個就叫做義務論 就是抗議論 抗議論 先講一下再說 下議主義就是 我再講下議主義 所以下議主義基本上呢 就是要看 一個行為在對錯 在道德上對錯 要看什麼呢 要看這個行為結果好不好 這個蠻好道理 我覺得這個直覺蠻好 就是說 對啊 你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 那是什麼結果 所以好像下議主義呢 有兩條原則 我們看 就下議主義 我們說有什麼 兩條原則 一條原則 就 翻概解說裡面 有一次這樣做 是太準了 不過你們不用 機械名字 直接上來介紹一下 就是所謂 結果就是抗議論 我們現在講下議主義 所以效益主義呢 就是說那個 它有兩個原則 一個就叫做 有人叫做後果的 結果的原則 就是說一個行為的對錯與否 就要看那個行為 所帶來的結果 是好壞 用他們的話來說 我帶來的utility 帶來的這個 這個效益有多大 效益大的 最大的 那就是給我最大效益的行為 那就是對的行為 比如說我有好幾個行為 可以選 我可以做A 我可以做B 我可以做C 結果C讓我做的 得到效益最大 那C就是對的 你就應該做C才對 就道德上你要做C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以結果 或以後果來論斷 一個行為的對錯的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其實蠻有用的 特別我認為特別是在 在政治解學裡面 政治解學當然講 講效益原則嘛 對不對 就謀求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嗎 好像蠻有道理的 所以這個效益原則呢 就第一個就是看後果 第二個呢就是utility的原則 就是這個所謂效益的原則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要看你的後果 第二個我要看你的後果 帶來的這個utility 就是它帶來的這個效益有多大 當然問題是這樣子了 什麼是效益呢 那不同的效益論者 它的這個什麼叫效益呢 就有不同的規定 那有人就說 增加痛苦的就不好 增加快樂的就好 對不對 就快樂主義的這種想法 就是增加我的快樂的 而減低我痛苦的 那當然就是好 如果能夠增加最大多數人的快樂 而得到這個 什麼呢 就是說最大的 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快樂 那當然這就是好的行為 意思就是說 它要把這個快樂呢 把它擴大化 要把這個痛苦呢 把它減少 把它極小化 那從這兩個來衡量 就是我們看的效益有多大 所以如果我是一個效益主義者 第一個 我就看你的行動之後 有什麼結果 第二個 這個結果的效益有多大 那怎麼算這個效益呢 不同解決家 不同算法 不過他要看你的對立體就是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效益主義者最根本的 就是兩點 其實就是一點呢 就是看你行為後果帶來的這個 有對立體嘛 你這樣說 所以把它寫成兩個原則 其實這個學舊你們喜歡 做這個分析 就一個是 它是一個後果論 看行為後果 因為有些哲學家 他不管行為後果 像康德 就不管這個行為後果 一個行為是對的 跟你行為帶來後果的是怎麼樣 這好壞是不相干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行為是對的 它內在有價值 它自身有價值 就是對的 它不是依賴於它所產生的結果的好壞 來決定它這個行為的價值 它不是 所以它有intrinsic的value 它這個行為本身呢 如果你是一個到的行為的話 它本身有內在的價值 它不是因為你達到什麼的後果啊 因為讓你做過這個事情 有什麼好的結果 有什麼帶來的好處 所以你這才有行為 所以這個區分也是有意義的 因為也就是說 有些哲學家 他並不主張 consequentialism 並不主張這種後果論 或結果論 不是 一個行為對錯 他並不是看後果的 所以是有的 那第二個當然講utility了 就是看他那個utility 那因為他還有不同的哲學家 有看utility的算法不一樣 所以他這個分也有意思 那笑語原則呢 一般講是指什麼呢 通常是指這樣的 它可以指一個人的痛苦跟快樂 就是說我竟然很爽 我竟然很舒服 那這個 或者我竟然很痛苦 那這樣就不好 所以utility呢 一個也算我的痛苦跟快樂 苦樂是一個人 因為這種幸福與否 我的幸福有多大 就是增加幸福就比較麻煩 幸福比較模糊 幸福就是很難定義的也是 幸福沒法定義 怎麼定義 怎麼幸福呢 但是呢 我們會說 這個增加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那就是幸福 那當代有些說法就是說 要增加福利 比如說社會的福利 就整個多數人的福利 那你這個就可以 Welfare這個就比較 也是一樣 也是講一群人的了 就是這個說法 那我們呢 就主要來看 他們這種主張呢 其實會有什麼那個 會有什麼困難 先講兩個代表 先講一個代表 一個代表 書上有寫的 你們可以看 一個是邊庆 我還不太會念這個字 不過 後來 查一下字典 這個念庆是不是 邊庆嗎 Bentham 這個 所以書上有這個 Bentham 應該是英文 就是邊庆 那邊庆是 我當學生的時候 念倫理學 就是邊庆就是 效益主義的老祖宗 但有人把它追得更遠 就是你先看一下 解決史 也許有人就 把它追得更古希臘 有些這種想法 不過anyway 邊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言物 它主張什麼呢 它主張就是 我們要帶來的什麼呢 一個行動是對的 就是看它帶來的這個快樂有多少 或者減少痛苦有多少 而且它 它有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很奇怪的 就是說 這個快樂跟痛苦呢 可以加加減減的 就我這個快樂可以計算 你各種的行為的選項 你把那個快樂的計算出來之後呢 那你選值最大那個 快樂的值最大那個 來做那就對了 非常naive的 非常朴素的 一種想法 就是什麼是道德上 對的行為呢 就是你把這個各種的選項 我做A 做B做C 各種選項 去計算他們 所得來的這個utility有多大 那個utility怎麼算呢 就算那個什麼呢 算你快樂的這個 分數 這個分數 加加減減 因為可能 你帶來五十分的快樂 可是有十分痛苦 那個呢 可能三十分的快樂 可是一分的痛苦等等等等 你各種習慣你去算 得到最大值的那個 就是你應該做 在應該做的那個 所以這個是很naive的 一個講法 那這個想法呢 我記得以前 我們讀那個選文 讀過他那些文章 就講他怎麼 主張這個效益主義 那這種說法當然會帶來一些困難 你想到困難就簡單的說我怎麼算 第一個 我怎麼把我的痛苦跟快樂量化 對不對 就是說我陳紅遠軒 還在吃風雲樓 那我怎麼算呢 我陳紅遠軒 我快樂 你先問我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會算 老闆在算之前的話 那個不知道快樂這件事情 在做的那個感覺 就這麼做嗎 那沒關係 對 不一樣 對沒關係 反正你的行為嘛 所以你就做 比如說假設 假設你吃辣是快樂的 我呢 我吃辣是痛苦的 那你要去那個 去嫁禮屋 嫁禮屋 那嫁禮屋我不去 所以這個選項對我來講 一定減分 對你的選項是加分的 但是例如做我來說 可能說我捐錢給別人幫助別人 我不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快樂 反正我錢花了 你把他花在自己身上 我也給我快樂 那這樣嗎 這樣直接的時候 捐錢是一件不道理的事情 這樣不可以嗎 捐錢是最大的差異 不對的事情 你是做你最快樂的事情 對 那時候跟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他有時候覺得 他具體的方式 他覺得很快樂 因為他就是到底是 那樣不更奇怪的話 他到底這件事情更多 他這個說法 編清的說法就是說 他到底 我認為 我認為 如果你真的去看編清的著作的話 一定比這個更複雜 我們現在都是 看一般劫取史的介紹來說的嗎 因為我也沒有真的拿編清書來K完 就在跟你們講 我沒有這樣子 沒這個功利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 你去看他那個計算 他後來有些算法都會說 對啊 而且你想想看 我一個行為 我帶快樂 那 我的快樂是我的快樂 可是我的行為會會讓 他很多人痛苦啊 那我怎麼算 就是說 我的行為 算我的快樂是好的 還是算 跟我的行為有關的 所有的人的那些快樂跟痛苦 這個也要算進去嘛 他那個說法當然說 我通通算進來好了 那通通算進來之後 就有你剛才一個問題啊 對不對 就我做一個事情的結果之後 會產生哪一些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這個影響要到哪裡才切斷 對不對 你想下去絕對問題一大堆 且不要說我怎麼計算分數 就算我要算 我怎麼量化 我都不知道怎麼入手 你現在要我做個行動 我要怎麼入手 我不知道 我應該捐錢給慈濟呢 還是要捐錢給法虎山呢 還是給紅石之慧 那我怎麼算 這個沒辦法算 他那個理論系有一些很麻煩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後來被人攻擊一點就是說 快樂可以有很多種 比如說我捐錢給人 哎呀很高尚嘛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快樂其實比 我吃掉一頓更好 那搞不好我比較下賤啊 我說吃頓魚吃鮑魚更快樂啊 我覺得給別人這麼好的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吃什麼 我就吃鮑魚了 那如果對編輯來說的話 那如果你這樣一算下來 我自己吃掉化掉算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那個 那我這個主導的行為就是對的行為 所以後來有些修正 後來這個mure mure 就是我們書上發生這個mure mure 那有人發生 國內有人發生mure 換成這個mure m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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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叫穆勒 炎富的時候叫穆勒 mure mure的想法就是說 人跟動物不一樣 就是說 我不能當一個快樂的豬嘛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mure這個說法 因為我知道編輯那個說法 我當一個快樂的豬呢 那就是我該做行為了啊 對不對 那顯示不對的 因為人有高等的能力 我們有高等的智能 所以我們有理性的滿足 我們有知性的滿足 我們除了感性的滿足 最後我們還有知性的滿足 那這個滿足很重要 所以他就不喜歡這個 這個邊境用這個什麼苦樂來說了 他就用happiness來說 幸福這個來說 那幸福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就亞洲德尼都會進來了 就是你你你你你讀本好書 你交一個好朋友 你這個可能是很好的這個 這個utility很高 那當然有人批評他就是說 因為他是知識分子嘛 所以他看中那些 intellectual那方面的 看中這種高尚的 高等能力的滿足 這個是有些 內部的一些爭論 但基本上路數是一樣的 他都把原來 Benching講那個utility 用苦樂來講utility這一套呢 就講成是什麼呢 講成是講幸福就好了 那幸福就包含我們對各種各樣 就說各種各樣的高級的快樂 對不對 就你讀書 你聽一個鋼琴 那你得到快樂 可能比你大氣論 這個快樂更好 所以這是一個他的一個 當然他可以更把這個更加擴大了 等於說深化來講這個utility 那基本上也是一種 一種講法就是 接著敏爾這個講法 所以敏爾跟 敏爾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哲學家 其實 國內做的當然不太多 不過其實是值得做的 他在政治哲學上 或者在這個 in general 這個哲學上 甚至女性主義 也是很重要的哲學家 那這是 效益主義的一個基本想法 那這個基本想法 本來我想要再介紹 兩種不同的效益論 不過時間不夠 我們就暫時不多說了 因為效益主義有些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的行為如果是 道德行為的話 就要求我這個行為的後果 得到一個什麼呢 一個好的解決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consequentialism 但是呢 有另外一種當代一些版本 也不一定的 因為當代版本出來的時候 有人最到原始以前也有這種版本 就是說他叫做 就剛剛那種叫做行動的效益主義 就是我一個行動是對的 就是我這個行動帶來的後果 是 Utility是夠大的 就是一個講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這個行為 跟別的行為相比較 這個行為是對的 是因為他得到的這個utility是最高的 所以看我的行為結果 但是當然有些版本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不要看這個行為結果 我看你這個人做這個行為 所根據那個規則 那個規則 如果我依循那個規則 或者我依循那些規則 我會不會得到最多數的 比別的行為 所依據的別的規則 來的更大的好處 他也是看好處 但是我要看那些時候說 我要根據的規則是怎麼規則 這個就比較複雜 我本來想要介紹這個說法 我本來想說算了 現在沒有時間 現在只要掌握主意點就是說 效益主義呢 基本上就是看兩點 一個就是看你的結果而定 就是我做某個行為結果是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看什麼呢 看我的結果說 大概的utility是怎麼樣 那utility的算法有不同的算法 有不同的這個採取的標準 那這個來看 這是這個這個說法的一個 最根本的兩個精神 但這個說法會受到批評的 那這些批評呢 往往就是靠一些思想實驗 那我們剛剛就一開始的時候也提過 他說第一個就是說 根據效益主義者的話 你要很多事情你就變得很不道德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銀行不是還有幾百塊存款嗎 你沒有這幾百塊存款你會死嗎 就捐出去啊對不對 你現在銀行 比如說你問我對不對 我銀行我銀行是有啊 是有錢啊沒有錯 我可能有個二三十萬 哦一萬十萬 你現在沒有二十萬你要用嗎 沒有啊 以備不實之需嘛對不對 以備不實之需 你現在少了五十塊 你有問題嗎 沒有吧 沒有啊 那麼就不捐出去 對齁 我應該捐 所以我沒做那個行為 我就不對了 所以如果照那個有趣的一個說法的話 哎呦 我們很多行為就變得不道德了 對吧 就你該做那個行為你沒做啊 這個 有人 有人發揮這個 寫了一本書啊 真的是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眼睜睜看著人家在死 所以你去捐錢給別人 難道捐個五十塊你這樣活不了嗎 不會吧 對不對 或者 那你為什麼不捐 你就是不捐嘛對不對 那你 那你就讓人家去死啊 你本來五十塊就可以不用了啊 以前我記得我去美國的時候 看那個廣告 伊索皮亞 伊索皮亞嘛 伊索皮亞嘛 伊索皮亞是他們那個難民 他說十四塊美金 十四塊美金 你十四塊美金 你就可以救一個小孩子了 小孩子 後來我就 不忍心 我就賺這十四塊給他 因為我想說 反正我的錢是每個人給我的嘛 對不對 我只是借花進佛而已嘛 這個錢也不是我 我那時候拿獎金嘛 所以捐捐去了 可以想想看 我現在還沒到的呢 我現在沒有捐那二十一塊 後來就沒有了 後來他漲價到多少錢 很忘了 十七倍二十一了多少 反正我忘了 就是捐錢給他 可是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你這樣做 我現在沒有道德啦 顯然我在我二三十萬 我少了幾千塊 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關係嘛 所以我都沒有討論到 我沒有道德有什麼關係嗎 如果你覺得對啊 如果你覺得我們一代都怎麼樣對不對 對 是沒有錯啦 你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們概念概念是這樣的 對 我沒做這個事情 我是沒有做一件有道德的事情 可是呢 我不捐是 permissible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不捐道德上可以允許 我們現在的態度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你不捐 在道德上我允許你這個做 對不對 但是呢 雖然你少做一件道德的事情 所以 permissible 這個概念可以用 如果你要當藉口的話 對不對 所以我做一件 morally permissible 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多做一件道德上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多做一件道德上的事情 我沒有 蛤 所以你殺了一個人 對 對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不是 如果這樣就不 permissible 就是 unpermissible 就是impermissible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該捐錢 就該捐錢 你不做就不對 所以我們都是間接在殺人 謝謝 謝謝你告訴我這一點 是只有這個意味的 那本書其實很好 那本書 其實 講的讓我這個覺得好像很難過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他還告訴你 他說你看完這本書 你真的難過 你捐到這個帳戶裡面就好了 不是他自己的帳戶 他就你想好了 就是說你很難過你就捐錢嘛 對不對 那我想說 對啊 我本來想買這本書 後來就不買了 把錢捐走了 不過 那個解決家也是住在很好的房子 也是這樣 我們要不要改大的錢 全部的大錢最好 對 所以其實這 對沒有錯 所以這是一個 你怎麼算utility 這是很麻煩 對 不過你這樣講是有問題 我們大家都不來念書好 去搬住邊 對 就變成像Amish那種 就是美國一種 一種宗教 Amish 怎麼講 就是說 美國有一群人呢 他可以不上美國的學校 後來他們要上校三年級 多少年級 就在家裡了 然後他們就 極端來講 不用水電的 還有馬車 所以你知道他們就分布在某些州 比如Pensifania 那個時候我還 我還很不好意思 有個同學說 他要去看 我說不應該去看他們 因為他們生活方式有什麼好看的 對不對 可是我那個年級 我那個室友 不是室友 反正同學就是 他都要去看 載我去看 我說好 我去看 我們後來也沒有去看他們 就是開過的 但是看到他們就是 開馬車 要布什麼 還是那個十七八十七 那個荷蘭 穿著衣服 他就是不上水電 極端來講他怎麼樣 他根本就 不上你們的學校 他後來不得已 就上了三年級 那就不上 那我們自己教 後來我看他們小孩子 在那邊上學 自己上幾級的 美國政府就特別允許他們過這種生活 但是他們有一些 就在馬路邊也是開店 你開電視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也有危機 就這個生活方式能維持多久 就有這種情形 那我們要不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不要 不要研究那麼多 現在世界 你研究那個 那個 那個 花那麼多錢對不對 你集結那麼多人 就算你 你救了啊 那你為什麼不救他們呢 像這類的 但是你要算 有對的體很難講 你說我做研究 可是我如果這個要研究起來的話 我可以一起救很多 當然得病人都可以啊 那你怎麼算 有對的體的 也要難說 不過至少 至少 哲學家都不應該念哲學了 因為我們沒有做什麼研究 我們是在 在懸誓而已 所以 所以讀這種書 與我心有氣氣焰啊 所以第一個 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效益論是對的話 我們變成很多行動 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就變成怎麼樣呢 就是說 我們對道德的行為要求太高了 要不要接受這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 完全的 效益主義者的話 那你現在其實很多的行動呢 其實都是不合乎道德的 好像得到這個結果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假設有兩個行動 就是假設有兩個行動 它假定是這樣 就是一個A跟B兩個行動 一個行動呢 是讓你去撒謊 一個B的行動呢 是讓你不用撒謊 但是你結果都一樣 就是說我好像達到一個結果 我用一個呢 比較 不合乎我們現在所謂道德的行為 一個呢 是合乎我們一般所謂道德的行為 去做 但兩個結果都一樣 在效益主義者會覺得怎麼樣呢 這兩個行動是沒有差別的 你沒有理由 做A不做B 比如說 我採取A這個行動呢 我得到的Utility呢 就是跟B一樣 但是A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 我要 撒謊 或者我要 殺掉一個人 但是B呢 我就會很正常的 但是你算Utility 稍後那個情境 就這樣 兩個人的Utility都一樣 我算的結果都一樣 那怎麼辦 那如果你是 但是 效益主義者 你就會說 這兩個行為 是一樣的 如果兩個是有道德 就是有道德 兩個沒有道德 就是沒有道德 對吧 因為你知道 效益主義者 這兩個行為對錯 就是看他們的Utility而定的嘛 可是我們其實不是這樣 如果A需要用到這個 撒謊 而B不要撒謊 當然才是用B好啊 對不對 如果A要殺人 我B不用殺人 我當然用B好啊 對不對 你說我算起來 Utility都一樣的 那 他說 不合我們直覺 第一個就是說 好像 這很奇怪 這是第一個 第三個呢 這個例子不是我給的 是一些 很有名的博克萊捷家給的 有名的博克萊捷家給的 有名的博克萊捷家給的 有名的博克萊捷家給的